第五百八十八集 好事多磨 莫小玉看到梅云云的精神不是很好 一边开车一边看着她 目光呆滞 毫无生气 一副死心的样子 这让莫小玉很担心啊 到目前为止 她依然还是住在酒店里 莫小玉把她送回了酒店 哪儿也没去 一直就这么陪着她 直到她渐渐恢复了精神 好了你不用管我了 你去忙吧 我没事的 自己待会儿就好了 梅云云淡淡的说道 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陪着你 直到你 好了 高兴了 我才能放心啊 否则我会一直这么担心啊 我干什么也不成啊 莫小玉说道 梅云云没再说话 但是心里啊 却存有一份真挚的感激 要不是有莫小玉 在自己估计挺不到这个时候 这话真不是客气话 是真的 我想睡一会儿 梅云云说道 我陪你 莫小玉说道 开始时 梅云云以为莫小玉 是在开玩笑逗她开心的 哪知道她真的 跟进了自己的房间里 而且掀开被子 把她扶上床之后 她居然在大床的一边躺下了 支起了胳膊 就这么定定的看着她 梅云云羞红了脸 不禁赤道 你这么看着我 我怎么睡啊 闭上眼 什么都不要想 慢慢的 就睡着了 莫小玉像是哄孩子一样 哄着梅云云 梅云云果然听话的 闭上了眼 充满了对 莫小玉的信任 渐渐的呼吸正常起来 发出了细微的憨声 她的确是累了 莫小玉悄悄起身 来到了房间外面 坐在沙发上 看着这个城市的风景 潘家村在这座城市当中 就像是一片低矮的洼地 被周围的高楼大厦包围着 但是呢 它又像是一块巨大的蛋糕 虽然还没有开始切 可是周围却站满了 流着口水的贪婪者 这其中也包括她莫小玉 这时候 电话剧烈的震动起来 莫小玉走到窗前 接通了电话 没想到是龙顶天打来的 喂 现在有时间吗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龙顶天问道 龙市长 找我有事啊 莫小玉问道 有些事 怎么 你现在没空吗 龙顶天心情很好 意义在大班椅上 问道 现在确实是没时间 要不这样吧 晚上我到您家里去找您 怎么样 莫小玉说道 梅云云从未睡得如此踏实 这一觉啊 足足睡了七八个小时 直到下午才醒来 睁开眼第一件事 就是去看自己的枕边 但是让她失望的是 莫小玉不在了 挣扎着起身到了客厅 发现莫小玉躺在沙发上睡觉 憨声如雷 回屋拿了一件毯子给她盖上 哪只这毯子刚碰到她 莫小玉就醒了 哎呀你醒了 好些了吗 莫小玉问道 嗯 好多了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梅云云说道 莫小玉一伸手将梅云云拉到了沙发的边缘坐下 说道 要是你愿意呢 我愿意天天早晨和你一块醒来 这话的挑逗意味极浓 梅云云岂能听不出来她话里的意思 不禁说道 你这话对多少女孩说过了 她们现在都能和你早晨一起醒来吗 梅云云调皮的眨着眼 盯着一脸窘色的莫小玉问道 我现在就问你 你愿不愿意吧 莫小玉坐起身 将梅云云揽入怀里 虽然没说话 但是动作的表达却更胜过语言的表达 梅云云看着莫小玉 伸手抚摸着她的脸 说道 你呀 就是一张嘴 到处施舍着你所谓的爱 我看着世界上 难有哪个女人能够独享你 也许有 但还没有出声吧 但是事情往往都是好事多磨 莫小玉的手机在沙发的一角 剧烈的震动了起来 这种细微的震动 在梅云云这里不亚于地震了 她仿佛是突然间醒悟过来 自己在干什么了 睁开眼 看着莫小玉说道 你的手机响了 莫小玉起身 拿起手机一看 是神经病打来的 这谁呀 莫小玉没接 扔在了沙发上 回头看向梅云云时 发现她已经坐起来